采購物資裝滿箱型車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職工 驅車20分鐘就到了隔壁城市的老人院訪市 而這也是跨國行程到巴西 彼此感恩因為有這個機會像一家人一樣 慈濟職工準備的慈濟歌曲 深深打動了長者的心 所以我感到很高興的 你們都在這裡面 因為甚至甚至也沒有太多的愛 和的愛 你們都在這裡面 我感到很高興的 唯一件事我永遠都會忘記 是這個聚集 這個聚集 所以我會一直在這裡 我會不會忘記 文生起舞 每个巴西人几乎有这样的特质 志工带着一把吉他随心而唱 也引起不少的共鸣 圆满一场小小音乐家年华 达爱新闻真上美志工 蔡慈琦 巴西报道